普尔替补后状态是否会挥暖 上线如何 为什么他总是贡献五大九呢 普尔替补后状态是否会挥暖呢 挥暖也没意义了 那你说普尔如果真是 降维为一个超级第二人了 还值钱吗 还值得一提吗 就联系当中超六 怎么的这种角色 那么罕见呢 能发现历史青史流银是打的 乔丹普尔现在考虑到领事顶心 一旦就开始打替补 哪怕在板正习正 你打出这种角色感了 对于球队有赢球方面 正向的贡献了 一是什么呢 一是首发七彩队本身就不够强 你哪怕打替补打的好一点 七彩队也不会在你的助力之下 赢更多比赛 你个人的数据发挥 或许能相对给力一点 但是板凳席角色是有上线的 就你打一个替补 你就是最高得分 无外乎也就是二次出头 这已经是几下了 你比如说克拉克森在角色队打替补 当然他那是纯粹的伪替补啊 一场比赛差不多打了三十六七分钟 这种球场下 无外乎场景也就是二十分出头 这就是板凳系球员 你有限的角色权力 就这点空间 所以你这个天花板太低趴 乔丹普尔如果说已经混到这个地步了 说明啥呢 那就是 就这个球员就不太值得今后再多谈了 没意义了 那如果说年轻球员 你未来想象力不限 你比如说刚到七彩时期 感觉乔丹普尔能场景拿个二十六七分 五六个猪攻 你要这个级别的话 那东部有你一息子地了 那你就是不可忽视地有力量了 你跟哈利波顿两者之间 甚至有可能带队机会再对表呢 那就可强可点了 你身上的弹子也就会更丰富 你都论为草六了 联系当中谁会顶着一个草六 天天翻来覆去就讨论他呢 就不具备讨论的 必要性了 没办法 乔丹普尔现在 他的角色已经开始降低了 原本以为跳槽之后能过得更好 发现的只是在一只更弱 更残破的球队当中 扮演仍然是相同的 低如人角色 甚至比勇士队混还差 勇士时期你还实不实打首发 现在啊 似乎乔丹普尔已经没有打首发的职位了 算是废了 就这已经算是废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